iPhone 6以及iPhone 6 Plus的销售持续长红 业界透露了第二季的销售没有趋缓的现象 这让暴牢苹果A8处理器晶片的台积电相当有信心也安心了 即使面对三星分时下一代A9处理器仍然稳操胜算 那么业界预估尽管凹高通的订单减少 台积电受到波及 但是第二季20奈米制程营收贡献将会比预期还要好 下滑的速度渴望放缓